其实都不得善终 那历史上还有很多学者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诠释 那我们不做任何解释 我们用雍正的诸批来诠释 他的军臣 所有的军臣关系 本台驻台湾记者陈宣时 在台北报道 明天我们将会继续介绍 雍正文物大展当中 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就是贬家毕案已经是进入二审 那么高等法院呢 何一婷已经排定 在后天将会提训陈水扁 其后呢还会陆续传讯 其他的被告 请看报道 贬案进入二审阶段 台湾高等法院排定相关被告停期 何一婷将于23号上午9点 提训陈水扁 就贬家四大毕案 与追加起诉部分开准备停 30号提训陈水扁儿子儿媳 及陈志忠 黄瑞静 以及陈水扁七旧 吴景茂 陈俊英夫妇 开准备停 11月6号 传唤陈水扁的妻子吴树珍 11月20号 传唤陈水扁前幕僚 马永成 林德逊 为持续追查 贬家海外资金流向 特征组日前 已经将贬案一审判决书 寄往瑞士 要求瑞士方面 将贬家遭冻结的 7亿新台币汇回台湾 不过国民党民意代表邱毅指出 贬案侦办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特征组从来没有派人前往瑞士 而检察总长陈聪明 对此的解释竟然是没有资金 邱毅表示 如果贬家涉及的海外洗钱等 弊案不查清 下一波的二次经改和外事机密案 也很难启动 针对邱毅指出的问题 法务部门负责人盲清风回应表示 高检署有200万新台币的预算 特征组如果要派人员前往瑞士 不会有预算不足的问题 只要陈聪明提出要求 法务部门一定全力支持 最近台湾新流感的疫情 似乎在升温 不过当局向瑞士药厂购买的 首批37万剂的新流感疫苗 明天将会抵台 11月1号正式为民众施打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台北连线 时间交给你 主播 好的 谢谢陈全史今天的报道 再来关注今天香港和澳门方面的消息 马上连线的是在香港演播时的记者丽娜 丽娜你好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近日香港楼价不断上升 那么为了防止出现泡沫 香港特区政府出招 增加楼市的供应量 来看报道 香港发展局19号表示 正研究改变政府及社团土地做住宅用途 在沟地表中增加 给大家看报道